1993年银色世界杂志发表了有港台片商小组提供的明星片酬人员名单表中 除了林连锦周润发成龙的片酬部包含在内 这份名单中几乎涵盖了有所香港最红的男明星 1992年全香港十大卖作影片中周星石的电影占了七部 同一年排名前五位的都是周星石的影片 排名第一的票房冠军是神死关累计上方打四千多万 排名第二的是加油喜事 第三第四分别是陆顶纪上下两集 紧跟其后的则是武装苏喜儿 顿时间周星石成为了整个香港最耀眼的明星 同时也是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电影明星 早在1991年王精和刘振伟为他打造的赌家和赌生 系列让他以120万的片酬 融升到1992年400万的片酬 到了1993年票房冠军的宝座 依然是周星石的名字以唐伯虎点秋香 融升了1993年的票房冠军 从而在1992年的基础上片酬 翻了一辈子多达到了900万 早在1990年随着赌片的出现 就已让刘德华名声大噪与周润发合作的赌神 与周星石合作的赌侠 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 刘德华自组了天幕电影公司出品的九一神雕霞旅 和九二神雕霞旅都让他成为了香港电影 最火 那明星1991年 刘德华的片酬就已经达到了200万 1993年随着戏约不断更是出演的战神传说达到了700万 早在90年代初 哥哥就凭借阿飞正传 获得了1991年香港金像奖影帝 然而在1992年 哥哥更是与周星石合拍 加油喜事票房不足列军 当年票房榜第二 1993年更是出演花田喜事 白发魔女传 以及东城西旧 都被列为当年十大卖的影片之内 1993年以500万的片酬仅次于刘德华与周星驰 梁家辉可以说是唯一在80年代与90年代 拿过两次金箱影帝的男明星 1992年正是以黑玫瑰对白玫瑰 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同时出演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备受好评 1993年 众星云集的东城西旧最为大方光彩 从而1993年片酬达到了300万港币 1991年吕梁磊一颇豪的形象 顿时间成为了香港这一类型电影人的代表 从而片酬演更上一层楼 从1991年的50万 顿时翻到了1993年的200万港币 早在80年代末 梁朝磊就已经是香港无线电台 当红小生的名气不俗 到90年代初更 是获得过两次香港电影最佳男配角 1994年更是在王家瑞为其打造的重庆森林 获得里程飞了第一个高峰 1993年片酬达180W港币 然而90年代我们熟悉的还有张学友 郭富城 黎明 以及任达华都已过百万片酬